摩河加社 头陀第一 行十二头陀 能堪苦行 实际上就是告诉你们 当年的摩基陀国首都 叫王舍城 有一个富家子弟 他从小夜离世俗 就是这种名啊利啊 他从小不喜欢 因父亲逼迫 曾娶邻国 披舍离 以富豪女妙贤为妻子 但是妙贤与他 自同道合 这个富家女呢跟他一样 两个人啊都想修心 不想结婚 那么两个人呢结了婚之后呢 自同道合呢一起过着分居的生活 实际上现在讲叫清修 结婚十二年之后 父母双双亡故 男方女方爸爸妈妈都走了 家设呢出家的机缘成熟 所以有时候你们经常想 我要出家 我说你缘分没到啊 你很多东西要等缘分的啊 所以这个时候他缘分成熟 他词别妙贤 就是词别他的妻子 外出寻师访道 就出去要找出家的机会了 先后访问了几位名师 都不合他的心意 现在你们知道了吗 出家不是说随随便便找个庙 哎我出家了 要找到师父在出家的啊 你没有好的师父你跟谁学啊 所以他呢不合他的心意 他就没有办 有一天他来到竹林经社 那个时候佛陀啊 在印度的时候呢 他到处去讲法讲课 他到了竹林经社 听佛陀去讲法 他觉得佛陀 他讲的契合本心啊 跟我讲的很像啊 于是他就跟随佛陀出了家 不久他又把妙贤接到 女众僧团当中 同修繁星 你说他出家人没有感情吗 有感情的 他自己找到个好老师了 他马上把他的妻子 你也出家 到女众僧团里面 让他去跟着佛陀学 加设皈依佛教之后 成了佛教僧团当中的一员 但是他从不住在僧团当中 他认为僧团当中 生活太忧郁 因为当年啊 佛陀的僧团啊 里边很多都是皇家贵子啊 所以不宜修出世法门 他觉得不吃苦 这辈子你修不出 所以总是独自一人 在深山野外 在坟场边 在尸骨旁修禅打坐 他一共有十种修行方法 第一 选择空闲之地而住 就是没有人的地方 第二 长行脱脱七十 就是经常拿个碗呢 去敲门 求不失 让别人产生不失心 让自己放下 功高我们心 第三 聚住在一处 就是自己住在一处 不要总天跑来跑去 第四 日食一餐 每一天吃一餐 第五 气食不择贫富 我今天去请求供养 我不管你是富有的穷人 我都要敲门 第六 严守三一博 拒 七 常在树下思维 经常一个人坐在树底下 想 第八 常在陆地静坐 第九 拨粪扫衣 十 住坟墓之处 加设的这些修行方法 佛教称之为 偷陀行 因为偷陀的繁语 就是偷陀 偷陀的意思是什么 抖手 就是把自己身上的污垢啊 烦恼啊 把它去掉 它长持期的苦行 从不懈怠 所以在佛陀的笔子当中呢 有一个偷陀第一的称号 佛陀称赞它 是未来 佛法的真正主持者 而且佛陀十分信任它 最后把一博传授给它 加设得世尊传法 在佛教禅宗史上 非常有名 所以你们看佛经里面 佛陀经常讲经文里面呢 有它 根据大凡王问佛决一经当中 曾经有介绍 有一次佛陀 受凡王之请 到灵旧山 说法 所以呢 佛陀身座之后呢 他一句话都不讲 他手里呢 拿着一朵 菠萝花给大家看 在座的人 所有的人都不理解 这时候 这时候唯有加设尊者 这时候唯有加设尊者 就是佛陀自己的加沙 佛就是那个碗 过去一代宗师他要传承给别人的手教 传授 传授 衣博 所以当时呢就给加设了 加设呢 因此成了佛陀的继承人 在中国的禅宗当中 把加设尊者奉为西天第一代祖师 佛陀涅槃之后 加设呢 就担起了祖师佛法的重任 在他的祖师下 就是把佛陀活着的时候 讲的所有的经法全部整理 整理的地面 就在印度当年的王舍城 有五百名以证得阿罗汉国的大地球传家 会上呢 阿难送出金帐 因为阿难是佛陀身边 佛陀最喜欢的 跟着他学见对手 优婆离送出绿帐 绿帐就是佛陀所规定 法师应该遵守的佛法的戒律 集集出金和律 两大佛典 加设发起的佛典积极工作 就是把佛陀所有的佛经 全部把它继承下来 记录下来 所以加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等到加设年纪大的时候 他将法传给了阿难 然后他独自一人 到李王舍城有八百里的基竹山 山峰间的棚地里打坐陆钉 因为这山上有三个小的山峰 像一个鸡的脚一样 等弥勒出世的时候 他将把佛陀传授的衣钵 交付给弥勒佛 所以佛经里面讲的 以后会有弥勒在世 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救度众生 就是佛经上传承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